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是這樣 就是我想我這邊先談一個概念 就是之前我想我們剛才 王委員在諮詢的時候也已經在談 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這個 沒有用18歲投票的國家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少 尤其像我們台灣已經算是這個 完全民主的國家 那但是在這個世界上這種排序裡面 這種20歲還不能投票的 其實也沒幾個了 就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圖尼西亞這幾個 而且另外的也不要說了 因為新加坡、馬來西亞他們也沒有被歸於 是我們比較屬於這種完全民主這種國家 那其他當然圖尼西亞那更不要說了 那等於說現在全世界只有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這邊可能主委很清楚 就是民眾黨早就已經提出這個 一線二法的這個修憲 那其實我剛才非常聽到王委員的質詢 我非常高興 而且主委也是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民主價值 其實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蘇院長在接受那個總質詢的時候 其實他也覺得這也是好事 甚至我也報告一下 我還是再次強調 其實當時我們民眾黨進來的時候 為什麼願意去投這個尤院長 為我們立法院的龍頭 就是因為尤院長他也一開始 他也就是做支持這件事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既然朝野都有這個共識 我們民眾黨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收割什麼 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就是做這個倡議 我們希望看到就是說 大家都能夠往這個進步價值來走 我想主委應該也是 就像剛剛您已經回答 您也是支持這樣子的一個進步價值 是的 行政院蘇院長在院會接受質詢的時候 他也表示了支持這樣一個修法的方向 好 謝謝 謝謝主委支持 那其實是這樣 比較就點技術性一點的來談 就是說就是說如果說未來真的有這個修憲能夠推得動 那這個再變成他要有個公民的複決的這個過程 那其實主委你們有沒有預先想過說這個可能大概在成本上 大概會是多少 成本一個公民投票案 一個如果是根據過去的經驗 一個公民投票案提出來 大概要經費大概是8到10億之前 是是其實也是不是也算是不 也算是不也是算蠻大的一個公堂 就是我在想說就是我們往下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財政准結 但是就是說我們先預先想一下 就是因為之前也公投幫大選 也造成了相當多的混亂 所以如果說我們複決案也進去 跟這大選併在一起 我們這邊只是也是量就是非常良善的建議 就是說可能你要把它想清楚 因為可能跟2020年如果他要是結合這個 九合一的地方選舉的話 怎麼樣避免之前發生的那些事情 雖然這個複決案說 因為我們現在並不知道說 他會修憲到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這地方可能如果是同步實施的話 除了當然準接是沒有錯 但是也不要是造成了一個混亂 這個主委你們的看法 這個要看立法院的這個修憲委員會 他們什麼時候來通過 再通過之後經過六個月的一個公告 我們在三個月之內來辦理複決 也是請中選會先預做準備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說這件事 非常有可能發生的話 那就是不要再有上次那種地方選舉 跟公投之間 謝謝委員的提醒 那我直接再請教一下 如果說這個修憲的公民複決事項 是不是可以宣傳 複決可以宣傳 可以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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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好 那如果說是這樣 因為說實話這些案子 也是民眾有知的權利 我們是希望說他們更清楚 所以說如果能宣傳 然後因為實際上這些事情 可能民眾也不是那麼知曉 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成案的話 我覺得這個宣傳還蠻重要 好再往下 就是說當然我們也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個電子的這個連署這邊 是為什麼 因為在之前 就去年我們這個公投法 第三次修法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說公投 公投跟這個大選脫鉤 那個時候其實也有一個概念 就是希望有個附帶決議就是說 希望要求中選會對於這個所謂這個 電子連署的這個資訊安全要進行測試 那甚至要落實電子連署 其實剛才好幾位委員指的很多事情 其實就像我們這次就算罷免案 好了 為什麼搞了這麼的複雜 或者被踢掉那麼多 其實有時候老實說台灣是科技島 其實今天還真很不科技 其實要是我們真的是電子連署 這種的比較精進的話 其實他說不定不需要寫字 這我只想請教主委 你們在這個公投的這種電子連署 現在到底因為上次就已經有決議了 要做這事 你們目前進度是什麼 其實我們這套系統的建制 已經到早就完成了 那現在最主要的就是有關於 資訊安全的部分 需要做進一步的來做確認 所以現在一直都是跟行政院的這個 資安處保持密切的聯繫 我們務必要達到一個最高的資訊安全的 這主委有時間 時間上您覺得要多快呢 有沒有因為其實現在說不定 我們最近跟資安處這邊也有密切的在聯繫 資安處這邊還提出了一些這個要求 哪些是我們馬上可以做的 這樣好不好主委 你們就進度上再給我們這邊辦公室一下參考一下好不好 現在老實說這個資訊安全的要求的部分 我比較不容易去掌握 所以我不敢跟委員報告說什麼時間 我只是說只要這個關卡過了 那我們隨時都會上限 我知道當然這也是最核心的啦 是不是就是說你們這個進度上我覺得說 還是跟跟我們定期的就是說明一下 好的好的 那另外就是因為這件事就是直接也衍生 其實我們現在快那個EID就要出來了 是 其實我是覺得說要有一個更直接的聯繫 就是說你們跟這個EID的這個設計 其實我們現在竟然號稱數位政府 尤其台灣這一件事一直覺得很領先 其實就是很諷刺啦 就是說我們竟然有這科技的實力能力 私人民間早就在做這件事 我們手機拿出來天天都在電子支付 可是這件事反而好像這個障礙很多 拖了很多我覺得這也是國人在關切啦 所以就是說這個不管是你們 其實我覺得這政府有時候常常是做一件事 它就是它是一個一體性的嘛 其實可以搭配在一起 如果說我們這個EID弄得好的話 它跟現在不管電子連署 其實是它應該要有個搭配啦 這個要預想一下啦 是這個EID的業務當然是內政部 他們在作業 陳次長在 那10月就要開始換 那開始一換馬上我們就會碰到 因為不管是補選 公職人員的補選 包括到明年的這個公投案子 可能在領票的部分 我們就必須要配合這個EID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委託案 有一個委託案在進行當中 我們希望在五個月之內 能夠完成這個委託案 進一步來做建制 這是台灣的驕傲啦 其實我們真的應該把這個EID先弄好了 是跟委員說明 那個以現階段公投法在推動電子連署 當然是先以自然能憑證 那個因為這個已經建制了一個 非常成熟的一個階段 那但是當然還是以治安 這個最高的這個標準來做考量 那當然剛剛委員提到的 我們在蘇維葉身份證的推動上面 本來就是結合在這一塊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配套 就是搭配一下 好那我們最後一個比較小一點的事情 就是說關於這個立法委員的這個選舉 他是主委 就是說我們您覺得那個 就是不分區的部分 之前一直都不辦任何什麼 其實這一屆是民間在辦 有沒有可能 未來不分區也來個辯論 或者說在這個概念上 這個可能牽涉到的就是 有限的這些資源 如何能夠讓政黨來公平的分配 在我們選物搭配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但是要怎麼樣做公平的分配 恐怕各政黨之間要做進一步的來討論 而且其實現在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很多 我自己來自比較小的黨 這個其實有時候小黨有時候 就靠一些這種比較這樣子公平的競爭的舞台 那今天如果說對於不分區 這個是好像別人都有公辦的證監會 只有不分區沒有 大家也不是 現在我們是提供政黨廣告 政黨宣傳政黨廣告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 其實我們這邊有這個選舉研究的這個期刊 他們也做研究 其實國人根本不太清楚這些不分區的狀況 其實這也並不是好事 其實我們真的是 也藉著這個公共的這個平台 讓不分區能夠多一點 好那最後一個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還是呼籲了 就是未來對於不分區要公辦的這個證監 發表會要有了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當然其實剛剛也其實有些委員在垂詢 就是說還是這個不在籍這件事了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說以台灣這樣子科技進步 其實長遠的方向上來講 其實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落實的 因為真的我們既然如果未來有EID 有這些東西都能上路 電子連署這些 其實這個不在籍本來就是一個合理 其實現在這個先進的國家 或者說不先進的國家也好 其實多數都已經在往這個方向都在走 那我覺得說這個其實我們還是中選會 一個重大的任務應該 是在公投的部分 我們會在7月按照立法院的決議 提出我們的草案 好那其實我想既然公投就可以 其實我覺得其他的大的選舉 其實如果有公投的經驗 我們其實也可以用這個來往前來邁進 其實這不在籍還是一個進步的一個概念 好謝謝主委 好謝謝委員 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